歡迎收看的是獨立在線單元 獨立在線單元是我們燦爛時光節目 跟公民行動營運記錄資料庫 一起來連線討論一下這個禮拜非常重要的一個社會運動的議題 那今天在線上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公民行動營運記錄資料庫的娟娟 娟娟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娟娟如果這禮拜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話題呢 這個禮拜應該說這兩個禮拜 福茂可能是台灣的民眾最近的問候語 那即使這個反福茂這樣子引發全台一個很大的反彈聲浪 我們可以看到33010萬黑潮不只10萬上了這個凱道 可是在這個330前一天也就是3月29號這一天 有這個三方團體要出來反反福茂 那我也不能說他是對立啦 因為我們應該也要聆聽這個反福茂或是反自由貿易之外的一些聲音 那這個3月29號這一天呢有由這個警察眷屬的團體 以及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等等 以及國民黨全國清宮總會 還有白色正義聯盟等等的這些團體呢 從這個3月29號下午3點開始就在自由廣場有舉辦這個康乃星運動呢 那他們的用意就是要跟這個我們所謂的太陽花學運來這個相抗 康乃星運動最主要談的東西是什麼 雖然我們剛剛提到太陽花 我們好像都會說是學運 但公庫可能不太認為 我們覺得是像是一個全民的運動 那我們 不可否認就是有很多學生 是因為這個反福茂來發起這個罷課 或是有些老師會到這個立法院外面來上課 可是呢這個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棒的民主課程 但是在對這個康乃星運動裡面站出來的這些長輩們來說 他們就不這麼認為喔 因為這些爸爸媽媽他們認為說 小朋友或是學生就應該本業就是念書喔 所以當天這個活動當中呢 這個領軍的這個台北市議員李鑫呢 他在活動一開始他就說 學生在校求學就是 還沒有投入生產行列 也還沒有投入這個經濟行列 所以應該要由這些已經為經濟打拼的這個各階層民眾 來說說他們的聲音 所以現場當天呢在自由廣場聚集了三四千人的這個 爸爸媽媽們 那他們呢是高喊著就拿著康乃星的花 高喊著說孩子們趕快回家吧 我想在一個民主社會當中 他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聲音 有人反對福茂 有人支持福茂 當然也會有人反反福茂 那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 立法院外的有很多人去支持這個 反對福茂的運動 當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聲音 就像剛剛 捐爐跟我們介紹的是康乃馨的 這樣的一個運動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不可以請捐爐再具體的告訴我們 這些 所謂的康乃馨學運 或者康乃馨運動的 這些 朋友呢 他們最主要的一個訴求跟主張 他們對於福茂 或是對於 這個整個運動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剛剛提到這個媽媽們在現場都大喊這個 孩子們趕快回家吧 另外呢他們還非常體恤這個警察很辛苦 因為我們知道 在這個行動當中警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他們還大喊的就是 希望來還我國會 所以希望這個學生趕快這個退出這個異常佔領的行動 雖然呢 他們在訴求當中是沒有明說這個他們支持福茂 可是他們現場呢 邀請了這個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中心副主任 顧銀華 顧小姐 那為大家來說說 為什麼要來挺福茂 那他自己提到的論點是說 台灣簽署這個FTA 也就是 自由貿易協定是非常困難的 一個走的這一步 那他說兩岸不通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 可是我們呢 這個為什麼引起這麼大反彈 就是認為說福茂這個影響全台非常的廣大 可是呢 你可以知道這個決策的這個部分 行政人員行政 單位只有18位的公務員來跟這個 各界來溝通 那程序上是非常的粗糙 那另外呢 雖然剛剛這個顧老師這邊有說 兩岸不通就是死路一條 可是呢在之前美國在裁協會理事主席博瑞光他自己也說過 簽署這個自由貿易協定FTA 是不需要先有ECFA 就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那這個顧銀華顧老師他自己說 這個可能會衝擊到 福茂通過會衝擊到弱勢產業 他認為弱勢產業的衝擊是可以補救的 那可是福茂不生效呢 台灣經濟會更壞 那他就覺得說 兩害相權要取其輕 不可能全面受益的啦 那弱勢者呢 一定是會受到傷害 所以他認為弱勢者受到傷害的部分 政府要主動來解決 而不是要所有的產業來賠下去 的確 我想對福茂會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看法 你站在不同的一個角度 不管是從兩岸之間的交流 或者是反對中國的角度 甚至從一個自由貿易的角度來看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意見跟這種主張 不過其實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角色特別是受到人關注 也是 這一次剛談到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聲援的這個運動當中 其實反反伏茂的運動當中 康乃馨的訴求有一個特別的角色 是警察 可不可以談一下你自己也在現場觀察 或者是 這些警察他們 在現場的一些所謂的反應呢 或者是說 像康乃馨 這些運動裡面 他怎麼對警察這個部分有什麼樣的這些訴求 因為這個 太陽花的這個抗爭反伏茂 已經 抗爭非常久了 我想可能也要 20幾天了 那現在佔領這個立法院 我們知道3月28又發生 這個佔領行政院 那麼 行政院也下令警方來進行鎮壓 那我們也看到非常多 就是警方可能在執法過當 造成很多抗爭者受傷的畫面 那警察在這次的事件就非常的關鍵 非常的重要 那執政者 擔心多數的反彈聲浪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總統馬英九他是堅持不退 服貌 也不 在這個兩愛協議監督條例 我們今天知道行政院已經 推出官方版本了 但是有很多學者說非常的空洞 這個反服貌聲浪還是沒有停歇 上街的人數也沒有減少的趨勢 所以我們就看到全台的基層遠景 都被派到北部來 就駐守在很多的行政部門 又生怕很多民眾可能闖入了行政部門等等 那他們也都暫停休假 很多警卷團體的代表 是紛紛都在康乃馨的運動上面來喊苦 把這個矛頭都指向這個 參與抗爭的參與者 的身上 我想這警察在這過程當中是特別的辛苦 那當然 某某程度上面是因為職責所在 那問題也不在警察的身上 是警察背後的 整個行政的體制 行政的體系 都要付出一個很大的 一個責任 那當然除了警察辛苦之外 警卷就是警察的家屬也一樣非常的辛苦吧 這個當天這個警卷團體他們是說希望也是跟媽媽一喊一樣口號希望孩子們可以回家 他們可能認為抗爭結束這個警方也比較輕鬆一點 可是我們知道很多基層遠景過勞的問題 並不是在這個抗爭運動才發生的 當天這個警大教授葉玉蘭呢 他也為遠景感到委屈 不過他當天說了 他說他不認為警方有鎮壓群眾 他認為反而是媒體在鎮壓這些警察 可是我們確實是看到有些警察是執法過當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受傷的畫面是有目共睹 那這部分應該是要追究 那但是葉玉蘭 這個這位警大教授他說他當然是希望 警察如果可以罷工當然希望可以罷工 因為他們加班沒有加班費 也只有可能寄了兩支加獎等等 這些執法過程一定會遭受到這個民眾的批評 讓警方的角色是 里外不是人 所以我們知道呢 有很多被打傷的民眾 他們並不是 來責怪這個遠景非常粗暴 反而是這些群眾是希望反 反服貌的議題以及 服貌的這個影響性 希望政府能早日來著手 處理我們這些 大部分民眾的憂心跟問題 嗯哼哼 我想其實警察 他應該有罷工的權利 但是其實我們似乎看到現在警察 好像還不太能夠去組工會 那在嘉義的這個現場 其實嘉義的這些公民團體 在辦活動的時候旁邊有很多的警察 那其實我記得很清楚這些公民團體在 這個現場也會不斷的想要說警察應該要主工會 警察應該有罷工的權利 也因為這些警察來去表達一下他們的意見跟看法 那當然我們再回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康乃馨 這個運動的本身 那康乃馨這樣一個 一個運動的這個 過程當中 他們有什麼樣的一些行動呢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剛剛提到很多這個康乃馨的爸爸媽媽們 就是上街 那他們後來遊行到這個中山南入口 本來是說 可能要 往這個立法院的方向 有三四千人嘛 那他們最後還是 擔心他的衝突 所以呢 就把這些康乃馨的花 獻給這個排成一排的警察 警察們這樣 然後紛紛的大喊辛苦了 但是還有一些 就是零星的民眾呢 還是就是堅持前往這個立院外面 就是反服貌的這些現場來喊話 那他們到了現場之後呢 過程其實是蠻平和 只是有一些 小口角 那麼這個反服貌的一些 糾察隊或是工作人員也很熱心的請這些 拿著康乃馨花的這些爸爸媽媽們喝茶 那反服貌者人是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現場是用拍手跟喊口號的方式來歡迎這些 一些康乃馨的民眾 那也有北北是主動跟年輕人來握手 希望說你們趕快回家 那年輕朋友也微笑的說我會回家 我會回家這樣子 我們在所有媒體 在過程當中都以為他們會打架你知道嗎 但我覺得 小口角是難以避免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都有看到像康乃馨的群眾 跟現場的年輕朋友在對話跟聊天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民主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表證 其實我們看到兩軍對壘 他不一定只有暴力的衝突 事實上如何在兩軍對壘的過程上都有一些比較好的對話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那我記得當天其實非常非常熱鬧 除了剛剛談到的康乃馨的這些行動之外 晚上好像還有白色正義聯盟的一個活動 對白色正義聯盟在晚上的時候在台北車站也號召了兩三千人在現場 那晚上也有下大雨 所以他們也是蠻辛苦的 他們每個人都穿著白色衣服然後手拿著國旗 他們跟這個康乃馨的訴求一樣 是希望這些抗爭群眾來退出國會 因為他們認為 這個 這個 這個舉動是會強害到言論自由 因為他們認為說民意機關不能停止運轉 那其中還有一位同學是上台發表了一封信 寫給陳薇婷跟林非凡的信 當中是提說 他們非常佩服說這兩位 林非凡跟陳薇婷是非常 敬佩他們喚起台灣人的意識 可是呢 他認為說 他們這個舉動是不代表全台2300萬人的心聲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聽聽 白色正義聯盟 他們不管是 就是希望來 還我國會的聲音也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 那麼後續在4月 可能還會有一些行動 如果有意願想要了解的 或是反服貌的朋友 也可以前往現場去看看 文小民主社會聽不一樣的聲音是非常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也會從一個 這個所謂的報導的立場 甚至我們其實也是 比較支持 所謂學生運動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 太陽花運動的這個角度來繼續的為大家做報導 不過我們也很相信 我們在不同的聲音 也會同時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庫的 這個所謂的網站裡面出現 非常謝謝娟如今天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可以有一個非常圓滿的結果 謝謝娟如 謝謝我們的聽眾們我們下禮拜共同再會謝謝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啊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獨立陣線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抱抱 請大家看不及的 謝謝娟子 健康探子 可以發生什麼聲音 在這裡 還要把這我確定 能不能徒 。 爛 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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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